金山爪南下踢管 三拳两脚就解决一个 隔壁五管由头师傅立刻吓得躲得起来 他看出金山爪拳脚两得 便拿出了家传的关公刀 由头师傅将关公刀耍得有模有样 踢砍推斩招式灵火 打得金山爪连连后退 然而金山爪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就找到对方扩转 飞身挡刀的同时一招驴跟腿将对方踹飞 紧接着挥舞着大刀乘胜追击 令对方应接不响 最后出场的是 能和霍元甲一较高下的廖师傅 廖师傅功夫了得 是唯一能让金山爪吃一拳的人 一拳都 falan都 啊 平安的经厚 许多年 尸流 廖师傅最终还是被打他下 金山找等人气焰更加嚣张 甚至放出狠话 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他们来到面馆 言语间竟是对佛山武术界的藐视与不懈 老板听不下去吧 直接问道 佛山武术界扛把子你们听过没有